记者杨淳慧台北报道,北农总经理吴殷宁上任后一录IP,台北市长柯文哲佐指示官派北农监察人与市府政风处赴北农查账。 无息日农运伙伴,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信安批科士福表示,北农是一间公司,监察人本来就应该扮演监察人的角色,但是政府会同政风与其他单位配合监察人去,又无符合公司治理,台北市政府可能可以自己去思考看看。 民进党中常会今邀请陈吉仲专案报告,会前接受媒体访问。 陈吉仲表示,北农是一间公司,有三个监察人,农委会,台北市政府,民间团体各一,监察人本来就应该扮演监察人的角色。 陈吉仲接住话锋一转表示,但是政府会同政风与其他单位配合监察人去,又无符合公司治理,台北市政府可能可以自己去思考看看。 陈吉仲说,会建议吴英宁把其任内的业务费用,跟前几任总经理,例如韩国瑜的业务费用摊开来,让社会来公平,最直接最透明。 他也强调,农委会认为吴英宁总经理任内做的绩效,改革,绝对比前任韩国瑜总经理还要好,距离举例绩效比他好,业务费用用的比他少,人事制度现在全面改为招考,而不是自己决定。 陈吉仲强调,吴德人事是一年前农委会和市政府的共识,吴英宁任内一年多, 果菜市场批发价格都比韩国瑜任内还高,除了所谓的韩海和台风之外,种种专业比较,吴英宁做的绝对有达到农委会的要求,吴只是在应付外界质疑的反应比较慢,这个部分他有很大的精进空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